这是一部典型的密室逃生电影 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拥有成千上万房间的超级金属建筑 被关在里面的人必须破解迷宫般的难题 才能摆脱密宣一线的死亡威胁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问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科幻大片是《新荒荒》 我们首先快速聊点一下剧情梗概 故事发生在一幢神秘的金属建筑中 里面有很多房间 每个房间的四面墙壁以及地板和天花板上 都有一扇可以旋转打开的小门 爬进小门是一个通向临近房间的狭窄通道 六个素不相识的人在里面醒来 他们一个是警官,一个是女学生 一个是建筑师,一个是女医生 一个是曾经从七座监狱成功逃离的越狱大师 还有一个是自闭症患者 他们不知道是谁把自己关进了这里 但他们决定想方设法从这里逃出去 经过一番探索 他们很快发现 金属建筑里的这些房间中 有些房间是安全的 但也有些是非常危险的 里面安装了杀人的机关 比如他可能喷火 可能喷射属实性极强的强酸 越狱大师就首先因为遭遇了一间 喷射强酸的房间而死去 在爬进某个房间的狭窄通道时 女学生发现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序号 这个序号是三个数 每个数都有三个数字组成 随后女学生突然意识到 之前所有安装了杀人机关的危险房间 他序号里的三个数中 都有一个是质数 于是他认定 通过判断房间序号中 是不是包含质数 就能知道这个房间有没有危险 这个方法帮助他们 走过了很多个房间 直到在某个被认为是安全的房间里 警官险些丧命 所有人再次陷入了绝望 在一阵激烈的相互指责之后 建筑师道出了真相 这个金属建筑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 它设计了立方体的外壳 却也被关了进来 她从来不知道幕后的大boss是谁 随后女学生通过建筑师提供的外壳尺寸数据 推断出整个立方体 在长宽高三个方向上 各有26个房间 而每个房间序号里的三个数 就隐含着这个房间 在整个立方体中的坐标信息 他们正处于距离立方体边缘 七个房间的地方 于是他们开始前往探索立方体的边缘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内部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女医生被害死 建筑师被扔进了某个房间 而那个房间竟然就是 之前越狱大师死的房间 经过缜密的思考 女学生得出结论 立方体里的这些房间是会移动的 移动的方式 也隐藏在每个房间序号的三个数里 而整个立方体的出口 就在之前他们在图中发现过的 坐标值里出现过27的那个房间 于是他们前往寻找出口 但在图中 他们内部再次发生争斗 女学生 警官 建筑师先后死去 最后走出了立方体的 只有那个自闭症患者 好的 基本剧情就讲完了 电影《新荒芳》又名《易次元杀镇》 上映于1997年 作为一部典型的密室逃生类电影 它以独特的设计 奇轨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电影中使用数学方法进行解谜的过程 让人大呼过瘾 甚至吸引了一些数学专业人士来进行研究 他们有人试图证明 立方体中并不是每一个房间都会移动 有人试图计算出在立方体中打开一个房间遭遇危险的概率是多大 但对于喜欢悬疑烧脑片的普通观众而言 更想知道的是 电影里的女学生具体是如何仅仅凭借分析房间序号 就一步步计算出从立方体中逃生的路径的 对于这个问题 电影中只有语焉不详的对白和一闪而过的数字画面 而我们将试图尽量还原女学生的这个推理过程 过程中会涉及数学知识 但只要求小学数学水平 因为时长的原因 本期节目将分为上下篇的形式 作为上篇视频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女学生是如何判断一个房间是有没有危险的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 在整部电影中使用过的方法有三种 分别是 往房间里扔鞋子 判断房间序号里是否有质数 以及判断房间序号里是否有质数密 扔鞋子的方法很快就被证明不可靠 判断房间序号里是否有质数的方法 用了很长时间都有效 直到发现某个序号里不包含质数的房间 居然也有机关 而判断房间序号里是否有质数密的方法 是终极有效的方法 但这就延伸出两个问题 第一 质数密是什么 第二 既然判断是否有质数密才是正确的方法 那为什么之前判断是否有质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有效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质数开始说起 我们知道 对于大于1的自然数 有质数与合数之分 抛开枯燥的概念 从直观的角度看 质数与合数的区别在于 它能不能被分解 比如这里有2、3、4、5、6这几个自然数 其中的2、3、5都只能写成自己乘以1的形式 不能被分解 所以它们是质数 而4和6除了可以写成自己乘以1的形式 还能分解为其他的数相乘的形式 它们就是合数 实际上任何一个合数 都能被分解成多个质数相乘的形式 而质数是不能分解的 那哪些数是质数呢 这里列出了1000以内的所有168个质数 说完了质数 再来看质数密 质数密也叫做单质数密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单个质数的密 也就是单个质数的几次方 比如我们已经知道2是质数 那么2的1次方、2次方、3次方、4次方等等 都是2这个质数的密 我们把这些2的几次方解出来 就得到了2、4、8、16这几个数 它们就是质数密 我们对任何一个质数 做这种几次方的操作 都能得到N多个质数密 比如这里显示的9、25、27、81等等 也都是质数密 好的 对质数密有了了解之后 我们把20以内的质数和质数密 全部列出来 对比20以内的质数和质数密 就会发现 质数这一行的所有数字 都能在质数密这一行找到 因为质数的1次方就是它本身 所以质数本身也是质数密 而质数密这一行 多了4、8、9、16这几个数 它们都不是质数 而是核数 也就是说 质数密包含了所有的质数 同时还包含了一些核数 在《新荒方》中 临近电影末尾 女学生才突然意识到 判断一个房间里是不是有危险 是要看这个房间的序号中 是否有质数密 以这个房间序号为例 构成整个序号的三个数中 256是质数密 房间序号中包含质数密 所以这个房间是危险的 在以这个房间序号为例 构成整个序号的三个数中 83是一个质数 它自然也是质数密 所以这个房间也是危险的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 在《新荒方》中 女学生到了电影末尾才知道 判断一个房间是不是有危险 是要看这个房间的序号中 是否有质数密 但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它依靠判断房间序号中是否有质数 也很有效 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前面的结论 这是因为 如果一个房间序号中有质数 它就一定有质数密 因为质数本身也是质数密 但问题是 某些不是质数的核数 它也可能是质数密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某个序号不包含质数的房间 也有机关 景观还险些丧命 在了解了质数和质数密的关系之后 我们再来看电影的主角们 是如何来具体操作的 就像电影里的女学生所说 理论上 如果一个数比较大 要判断它是不是质数密 就必须依靠计算机才能做到 因为这涉及到知音数分解的问题 对密码学有了解的小伙伴 一听就应该知道 知音数分解难题 可以说是 作为当今互联网安全基石的 RSA加密算法的安全基础 在电影中 连个纸笔都没有的情况下 这原本就意味着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但巧合的是 那名自闭症患者 就像语人中的雷蒙一样 是个天才 旁边的人随便给他报一个数 他立马就能说出这个数有几个知音数 如果他回答1 就说明房间有危险 如果他回答是其他数 就说明房间很安全 那为什么判断知音数的个数 就能判断知数密呢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任何一个合数 都能分解为几个知数相乘的形式 比如779 就可以分解为19和41 这两个知数相乘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19和41 就称为779的知音数 所以779的知音数有两个 同样的道理 680这个合数 可以分解为2乘以2乘以2乘以5乘以17的形式 我们把三个2写成2的三次方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 680有三个知音数 一个是2 一个是5 还有一个是17 现在再来一波知数密 你就会发现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 知音数的个数都只有一个 因此在电影中 当自闭症天才说 某个数的知音数只有一个时 大家会紧张 因为这就意味着 那个数是知数密 而序号里含有知数密的房间 有危险的机关 毫无疑问 电影末尾 自闭症天才的爆发非常精彩 但美中不足的是 这段剧情出现了bug 为了确定自闭症天才的能力 女学生和建筑师 对它进行了多次测试 自闭症天才回答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比如567的知音数有两个 30的知音数有三个 898的知音数有两个等等 但自从通过测试以后 自闭症天才回答的答案 就开始出现错误 比如462有四个知音数 但它回答三个 563是一个知数 它应该回答一 但它回答了二 384有两个知音数 但它回答是一个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在电影中 知音数个数是不能乱说的 如果是一个 那意味着那个房间有机关 他们会送命 实际上除了这个bug之外 数学爱好者们在心慌慌中 还找到了其他的bug 好的 本期视频关于如何通过房间序号 判断某个房间是否有危险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下篇视频 我们将继续追随女学生的步伐 破解立方体理的秘密 新荒芳 豆瓣评分7.9分 IMDB评分7.3分 烂番茄新鲜度62% 我的推荐指数 四颗星 科幻加篇 值得一看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剑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点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